呵呵 今天是上學的第一天 我們希望很貼心在後面辦的一個烤肉排隊 這是一個歡迎人派的Welcome Party 然後為什麼會站在這邊 是因為我覺得在一堆面前講到真的很尷尬 現在是在這個校園裡面 我們偷看一下Party到這個樣子 總之 嗯 就是還蠻多人 就是這個summer course summer course summer course 反正就是手機班來上課的人 今天都很多人都要這邊來 那 我不知道真的很尷尬這樣講話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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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在吃烤肉 嗯 董哥我們現在在吃烤肉 然後 然後 嗯 講話真的很尷尬 後面都是一堆人 你看 後面都是的 所以我前面也坐著 坐著人 對 可以我去我的影片嗎 可以嗎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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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對 對 所以 我前面也坐著一堆人 在外面前講話是很尷尬 然後我覺得我們今天的烤肉Party還不錯 就是大家互相交流 然後 也 烤肉也很好吃啊 嗯 還有什麼 香腸啊 烤肉 麵包 還有沙拉之類之類的 總之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 就是大家都互相嘗試一下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 這個 我可以把你 錄到我的影片裡面嗎 對 可以啊 我 沒有 我覺得你講的 中文真的講得很好 我很驚訝 就是 我現在玩 還加得很有樂 他真的講得很好 你總共 你有在其他大多久 10月 呃 在 大一公 應該是7個月 4個月 對 那 在中國大陸大概2個月 在台中大概3個月 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我 我也在 芬蘭學國都門 芬蘭 芬蘭 在芬蘭上 我大學的東亞也就說 在芬蘭很多人學中文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可是大部分的芬蘭人覺得中文很難 所以他們不敢 開始學中文 對 我覺得 對歐洲人來說可能 總的中文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可是我小孩子說 我住在芬蘭 所以 對我來說應該是 嗯 應該沒那麼難 嗯 是不是 你有沒有覺得說 中文有不同的音調 對 中文的音調 對 很難 我沒真的 學到那個 那個 音調 我覺得 雖然有時候音調不太對 但是如果你講整個句子的話 台灣人 就是中國人還是聽得懂 對 對 那個音調一遍很難以為 台灣的跟大陸的音調有時候 又不太一樣 對 對 好吧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吧 可是我們剛剛吃完烤肉之後還逛了很多 還聊了很多事情 然後就覺得跟大陸交流真的很好耶 然後 就剛剛包括那個會講中文的芬蘭人 他真的超強的 他說他在 欸 我們是說他在台灣出生 反正他好像從小就在台灣 好像 應該是大概八歲吧 所以他中文其實講得很好 但是也很多 這樣子 那 總之今天他的影片就這樣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要跟訂閱跟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